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是不是要打破僵局 是不是要劃下休止符 普丁這一招 我說了如果成功 那真是戰略家 怎麼說我們來看 首先普丁祭出了三招 是不是在警告 歐洲不要輕舉妄動 我們先講哪三招 首先第一個叫增兵 普丁提到要求國防部部分動員 西方的目標是要摧毀俄羅斯 我們的目標是要解放盾巴斯 話講得很白了 所以我現在要增兵 所以我要增加武器 而且我還要下軍令狀 內容是什麼 我們一項一項來看 然後我再告訴你 普丁大勝算盤 首先增兵說預計啦 要召集30萬的預備役人員 目前俄羅斯可以動員的人力 大概是2500萬 各位注意喔 他目前還是預備役人員喔 不包含他的現役部隊 主要是公民 如果你符合資格 我就讓你從平民變成全副武裝的軍人 提供你軍事訓練 讓你能夠站上惡武戰場 這是增併的部分 另外增加武器 普丁下達了三大指令 首先立刻要求他們的軍工產業 增加部隊的武器裝備 再來就是研究西方援助烏克蘭的武器 最後一個最關鍵 最短的時間之內提供給部隊 毀滅性的裝備 再來他下了軍令 內容是什麼 9月20號呢 俄羅斯的議會透過訪案 說軍事動員期間的罪犯 我現在軍事動員喔 你給我搞鬼 給我搞怪喔 你不打亂七八糟 我會加大懲罰力度 包含叛國 包含損壞軍事財產 包含不服從命令 好啦 你看到普丁動作這麼大 又是增兵啦 又是增加武器啦 還要有毀滅性的啦 還要告訴俄羅斯人民 現在老子幹大事 你們哪個敢亂 我就判更重 我就把你關進去 讓你一輩子出不來 你會覺得俄羅斯 是不是要在軍事上面 發起反攻 在軍事上面 要有所動作的 對吧 是啊 有西方媒體也說 路透 這是俄羅斯在二戰之後 首次的進行動員 好啦 事情到這邊 你應該覺得 戰爭要升級啦 你應該覺得 接下來生靈塗炭啦 烏克蘭可能會被 由心血流程的長河 給貫穿啦 有這麼簡單嗎 如果這麼簡單 那我想 普丁就不是普丁啦 來 除了動員之外 我們往下看 另外一件事情 是9月23號到27號 烏克蘭的四個州 在下面 盧甘斯克 頓涅茲克 頓涅茲克 扎波羅熱 荷爾松 所以我說了嘛 從俄羅斯 一路這樣連下來 一直連到克里米亞 這四個州 在23到27要舉行入俄公投 普丁說了 我現在的任務就是盡力為舉行公投的地區 維護提供安全環境 不能任由親近之人 就是喜歡我的人遭到迫害 好我們來看看 如果公投入俄 真的能夠成的話 普丁是不是將會主導 二無戰局呢 我們先來看 假設都成功了 都入俄了 會有什麼結果 第一個 俄羅斯聯邦主體85 會增加到89加4嘛 再來 特別軍事行動會變成 捍衛國土反擊戰 各位聽懂了嗎 很重要喔 本來是特別軍事行動 現在變成捍衛國土反擊戰 再來 俄羅斯就不用再進攻了 也不用再擴張了 我只要把這四個地方 好好的守住 好好的經營就好了 我的國力能夠維持 我也不需要再花這麼多的資源 在戰場上面了 好 我先說到這兒 我請你注意第二點 特別軍事行動會變成 捍衛國土反擊戰 非常的關鍵 我們先請教兵哥 其實這個已經等很久了 就是我們從一開始 俄羅斯進入烏克蘭之後 我們就一直說他的兵力根本不足 因為他只有20萬 然後烏克蘭國土這麼大 烏克蘭的兵員也很多 而且烏克蘭是全國總動員 然後再加上歐美一直不斷的 給他們運送武器 所以你區區20萬部隊 真的很難去掌控這麼大的地方 你知道他們戰線綿延長達1000公里 是台灣兩倍多 所以就變成俄羅斯一直有這種困擾 他一開始兵分兩路 想從烏東跟烏克蘭北部 甚至基普這邊做前行攻勢 結果失敗 因為兵力不足退回來 然後變成單邊就只 先顧好烏東這邊的時候 獲得局部的成功 拿下了他們最痛恨的 這個亞述營 然後鞏固了東邊的實力 可是問題是 他兵員還是遭受了部分的損失 而且有點絲老兵疲 然後最近又遭遇到烏克蘭的反攻 所以 當二軍變成守勢的時候 你的部隊人數就會更顯得不足 你在攻的時候可能還好 因為攻的時候目標是由你選 可是當你要守的時候 就麻煩了 你20萬就更不可能守得住 所以現在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俄羅斯終於要爭兵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自然的狀況 因為俄羅斯國土這麼大 其實以俄羅斯這麼大國土的國家 他的兵員人數算偏少 因為他的長輩兵 只有大概100萬出頭 其實算是很少 所以他會要去動員 我覺得是蠻合理的一個選擇 但他動員之後要幹嘛呢 你要知道這些後備軍人 他們以前大概也只受過一些 簡單的訓練 所以他真的要打嗎 我覺得這些軍人的目的 不是來打仗 這些軍人的目的是來維持 地方自然跟防守 鞏固據點用 也就是讓他的箭頭部隊 讓他的主攻部隊能夠控制出來 不用去擔當防守的任務 然後可以自由選擇他們要的攻擊目標 因為他現在如果是用原來的正規軍 去守住這四個州的話 戰線太長 你會處於一種挨打的狀態 然後你會被多利分 你的人力會不夠分 可是如果有這些後備部隊來 能夠幫他們守住一些 相對次要的城鎮 然後有兵員在那個地方 能夠形成一股防禦力量的話 那正規軍就可以出來 去尋找烏克蘭的主力 尋求決戰 我覺得這大概是 伺定目前的想法 那當然你看他這個也想到了 其實他現在開始 我覺得他這一次他承認了很多過去 他沒有主動承認 比如說少儀谷就直接講 二軍到目前陣亡5739人 以前他從來不講數字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情況怎麼樣 那當然他就算講了 也不一定可以全信 因為這是俄羅斯單方公佈的數字 搞不好更多 對 可惜更少 所以這個就參考參考 那顯然他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傷 不然不會講出這個數字出來 那他會特別提到說 研究西方原物武器 顯然西方的原物的武器 包括無人機啊 包括海馬式的這些火箭啊 也給了俄軍一定程度的嚴重損傷 所以讓他們必須要急著去 研究這個東西來做出反刺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等於是普丁 在我看來比較像是什麼 過去普丁比較相信軍方 就讓軍方自己去執行這個行動 但讓你執行了七個月 到現在進展 看起來不是像當初想的這麼順利 所以呢他現在就是 我覺得普丁決定要介入 而且他是用政治的方式去介入 也就是我給你你需要的武器 給你你需要的人員 然後你不要再告訴我你打不贏 你要達成我政治上的目標 那他政治目標他都已經幫你劃分好了 他也不會再去 也不會去攻擊服啊或是幹嘛 就是鞏固這四個州 然後如果烏軍敢來犯的話 你要給他予以痛己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二軍戰術會改變 他會開始把這些徵召來的部隊 部署在一些據點之後 然後把他的阻力控出來之後 開始會運用 其實你過去這七個月 你會覺得俄軍的情報好像很失能 好像常常會被人家突襲 然後敵軍的移動狀況你都不知道 然後動不動就有將領被殺掉 對 這個西方媒體報導的啦 我覺得他會整個 我相信俄軍有一些將領是被 被狙擊或是被俘虜 暗殺 應該都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意識到 俄軍的軍事系統出了問題 他現在要整個把他做一個改革 然後做一個改革之後 他要 我覺得他會進行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相對公式 可能我個人估計 可能會在10月11月以後 他一個比較大的公式幹什麼呢 就是要打到烏克蘭你不敢來動 然後就能夠鞏固 這個四個獨立的所謂獨立 那可能要加入俄羅斯的這四個州 那我們也都知道剛亮哥也講 這個公投竟然是在俄羅斯的掌控之下 焉有不過之理 不過就糗啦 對啊 不過就糗啦 這是很必然的嘛 當年美軍控制下的地區 比如說沖繩 他沖繩要不要回歸 他就直接說要回歸 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就是看你掌握當地權力的人 怎麼決定這件事情而已 所以這個也不用去講 這個是一定會成為事實的一個東西 那只是普電一開始 也可以用第一個利用這種藉口 就是你北約的軍隊如果敢進這四個州 那抱歉 你就是侵犯我俄羅斯的領土 那當然北約一定不會承認 可是問題你不承認歸不承認 至少我可以說服我的百姓 你敢進來的話 我就要採取更激烈的手段 以前對不對 你打的是兩個共和國 是烏克蘭的領土 我們在哪裡交戰 現在這是我的地盤啊 你要是打我們就開戰啦 那其實我覺得這也是相對 給北約一個很好的藉口 北約之前一直其實 想停戰了是不是 他們早就想停戰了 那問題是美國不肯嘛 那但是美國自己又不敢來 為什麼 因為怕變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現在就有一個很好的藉口 也就是只要沒有進到這四個州 第一個美國的一些軍人可以去 可以去烏克蘭 但第二個 北約跟美國就告訴你說 那那個四個州我們不能進去 因為現在俄羅斯宣稱他領土 進去我們就要跟他正面對決 所以要去還是你自己去 所以也有助於烏克蘭可以穩定他的後方 我覺得這有兩種宣誓啦 一方面是宣誓告訴烏克蘭說 除了這四個州的地方 我不會再打你其他地方 所以你們也可以緩下來 不用那麼緊張 那一方面也在警告北約 也讓北約有個台階下 那另外一方面也讓自己 不要再被多利分 我覺得他是有多重的意義存在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